對 不過呢 志偉這邊還有個故事就是說 有時候這個兩個人個性差太多 也容易摩擦 對 有關吃的部分 對 應該是說 因為夫妻之間 AA的太 太 就是我們AA的很徹底的那種 我覺得也不太好 就是你什麼錢都要對半分 然後什麼錢就是要計較的話 那個婚姻 其實我都覺得就名存實亡的感覺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例子 就是女生他在吃的這方面 他是完全不省的 想吃什麼就對了 就給他買下去 一個壽司三百塊臺幣吃 這樣一顆鮑魚四百五 三個人一千多塊買這樣子 就他對吃的東西是不會省的 但他就會看哪間的信用卡 刷他三趴回饋 信用卡是幾張 這一間要用這個卡 那一間要用那個卡 就是要賺這個小錢 來花這個大錢在吃的方面 那當然我覺得他的先生 這方面跟他理財的這塊 什麼卡刷什麼的累積 這個是蠻一致的 但先生覺得吃東西 這件事情要 你要 好 你花你的錢 我不管你 那是你的錢 可是如果今天是我要請客 是爸爸出錢 男生出錢 男生出錢 那講好要吃這五個 講好了對不對 就是只能吃這五個 那太太要點 他就想要多點 就沒跟先生講 那這個菜來了以後 先生就說 家裡都講 要吃鮭魚壽司之類的 去到那裡都鮑魚壽司 就是說等於是多了幾個 折東西 那我想說 自重升級 對 這個誰要吃的 說爸爸我想吃鮭魚 對 那他就說 你的女兒想吃啊 想吃你就要給他吃 已經叫這麼多 還要再叫這個 你這樣很浪費 吃不完 你如果要自己出錢 我沒意見 如果你要我出的話 我是不同意 不是我小氣 而是你叫這些東西 根本就吃不完 誰說我吃不完 我可以吃完 先生說你吃給我看 所以兩個人 在那個吃飯的場合就會有一點爭執 那就我們朋友來看 就會覺得說 女生也是啦 你要點這個跟老公講一下 老公 那個你女兒想要多吃 這個跟那個 可以嗎 老公如果說OK啊 那你就買嘛 老公也不用踩這麼緊 就是東西都來了 那就大家開開心心 出來玩 把他吃掉就好 但是就會為了這種事情 就是兩個人就不開心 那當然他們相處 有他們的相處之道 因為後來也就好了啦 可是我就覺得有時候 某些那個線不用踩那麼緊 像我太太跟我點東西 他一定會跟我說 老公我們點這個 這個那個這樣好嗎 我說要不要再加一個什麼 我想要吃那個 或是他問我 你要不要吃這個 我說不要 那個我不吃 如果要吃你們吃 我沒有要吃 那他也怕吃不完嘛 所以有溝通 不管是誰出錢 我覺得這是一種 我覺得夫妻兩個出去 然後有人講說 你想不想吃什麼 那個都是通常是他 他想吃 他自己想吃 沒錯 對嗎 是 屠色 我很想吃 你要不要吃這個 你要不要吃 其實他自己想吃 所以我都會問太太 所以記得喔 一定要投機手奧說 好好好 那我們來點一個 對 我就會跟我太太說 你想吃 老婆說沒有沒有 看看你要不要吃 如果你不吃 我就不要吃 好啦好啦 你點 因為我知道你想吃 好 謝謝老公 他就點了這樣 你不能跟他說 我沒想要吃 他會說你不想要吃 我想要吃 現在不能跟他說 這個好貴 不要吃這樣 因為這個就 我們就不夠大氣 真的 聖美這邊 還有就是說 有一位先生的行蹤 這個也是要交代的 因為我們今天講 寸土不讓 前面講的是 可能就是另外一半 對你行蹤的控制 可是還有一種 寸土不讓是 有點類似剛剛志偉的 太太的那種感覺 就是希望你多花點時間 在家裡 可是有一些先生 就是不願意 那這個例子呢 是這個女網友 她跟她的先生 已經有跟女兒了 他們之前是跟公公婆婆住 然後後來呢 他們自己買了房子 那因為為了方便 就近照顧公公婆婆 所以他們就住在婆家附近 照理說就很圓滿 可是這個先生 有一些用錢跟行為上 他不太能忍受 一個月只給他五千塊的家用 家用 不是零用錢 家用 然後先生都不回來吃晚餐 因為他要回婆家照顧婆婆 因為公公過世之後 要照顧婆婆 然後婆婆說 我們那個浴室有鬼 所以要陪婆婆洗澡 這就很離譜了吧 對不對 然後一直跟先生講 那禮物一定要講 我們家也有鬼 不是他 的確啊 寸土不讓啊 我要先照顧我媽啊 再回來照顧家啊 你不覺得這就很離譜 對不對 天啊 那何必結這個婚呢 對啊 是不是 而且孩子給他五千塊 真的好誇張 對啊